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凡走到城门前 看见有两个一身银色战甲的战士在守城 也是一惊 因为他感觉这两个人给他一种压迫感 好像很强大的样子 李凡暗自嘀咕 守门的人都有这种气势 当真不俗啊 李凡进入城之后便四处观望 而那叫做乌宝的鹦鹉早已站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一人一鹦鹉都是四处张啊 衣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引得路人也都频频的侧目 不过李凡的样子倒也不俗 一头黑色长发披肩 皮肤白颈 长相又不俗 穿着一身紫色长袍 胸口还嗅着一口斑驳的丹炉 一看就是富家子弟的样子 倒是也没闹什么笑话 李凡这一路逛着 走到了一家灵气店的门前 便走了进去 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灵气 李凡有些傻 灵气的小世界也是极其珍贵的 没想到在这轮回天 光是一个灵气店 这灵气看着就比灵耀城的灵气强太多了 李凡看了看这些灵气的价格 撇了撇嘴就离开了 这里的货币不是金币这一类的东西 而是零食 零食还分下品零食 中品零食和上品零食 零食都是产自混沌灵气浓郁至极的地下 主要可以用于修饰补充灵气 炼气制服等 用途极广 而现在李凡身上倒是有些金币 但是混沌灵食 那真的是一颗都没有 李凡在逛完灵气店后 又接连进入几家店铺 有卖丹药的 有卖逆极功法的 有卖灵药的 甚至还有卖灵兽的 再逛了一会儿后 李凡极度想要打劫这些店铺 他很想买些东西 但奈何囊中羞涩呀 也不知道该怎么赚取零食 所以唯一想到的那就是打劫 此时李凡走到一家叫做齐真格的店铺门前 听到里面有争吵声 还有女子的哭泣声 顿时有些好奇 便走了进去 进入店铺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各种奇花异草 一盆一盆的很是漂亮 李凡没有注意这些 她被一位蹲在地上哭泣的女孩吸引了目光 女子穿着一身粉色长裙 略失粉带的面庞很是漂亮 但是此时却蹲在地上低声的哭泣 显得很是楚楚可怜 顿时让李凡生出要保护他的欲望 李凡目光扫过整间店铺 间店铺内除了他和那名女子外 还有四名男子 其中两名穿着同样服饰的男子 像是这间店铺的人 正在和另外两名男子对峙 而那另外两名男子 其中一人穿着一身白色长衫 眼睛很小 不过却时不时地有金光乍现 看着给人一种阴柔的感觉 而另一人像是那阴柔男子的侍从 一袭黑色长衫 背负双手站在阴柔男子的身后一侧 李凡站在那里听了会儿后 也算是知道这么回事了 原来那男子来这里想买猪仙草 但是他看上的仙草 却是被人预定的那一株 还是唯一的一株 谁知那男子动手动脚 占那女子便宜 女子不从 那男子就动手打了他一巴掌 还出言侮辱 那女子气不过就哭了起来 于是便引得后堂干活的两名男侍者 出来和那男子争吵了起来 而此时 站在李凡肩膀上的吴宝也不乐意了 大骂道 我去见过贱人 还真没见过你这种娘娘腔的贱人 李凡听着吴宝大骂也没有阻止 反倒是一副看戏的表情 看着那名男子 那男子听了有人骂他 气得不行 一脸怒火地转个头 却看到的是只鹦鹉在骂自己 顿时双目喷火般地瞪着吴宝 而吴宝看到那男子看向自己 又骂道 看什么看王八蛋 听到吴宝的骂声 李凡差点喷饭 哈哈地大笑起来 就连本还蹲在地上哭泣的女子 也止住了哭声 抬头看着吴宝 那男子看李凡肆无忌惮的大笑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扭头又看向身后的男子吼道 你个混蛋 你没看到他们在干嘛吗 我带你出来是干嘛的废物 快给我宰了那杂帽鹦鹉 那黑山男子一言不发 只是速度奇快地冲向李凡 伸手抓向李凡肩膀上的吴宝 李凡顿时一惊 好快的速度 随即出手应对 只见李凡挥手挡下的男子 抓向吴宝的手后 便一拳打向了男子的胸口 那男子一惊 迅速退后 又迅速地逼近 一脚便踹向李凡的脑袋 李凡又迅速挡下 两人站在一起 过了几招后 李凡深感诧异 这轮回天的人 难道修为都这么厉害 随便一人出来 修为都到了小宇宙的飞语境界 由不得李凡不诧异 要知道 他在没见轮回天修炼的时候 才刚刚进入飞语境 还是被幼祖炼的 当李凡思虑时 那吴宝却飞离李凡 来到那白衣男子的眼前 此时浑身羽毛炸力 这不是被吓的 这是气的 因为他听到那白衣男子 喊他杂毛鹦鹉时 浑身羽毛就已经炸了 此时大骂道 你才是个杂毛 你全家都是杂毛 你压得敢不敢 把你的狗眼睛睁大点 看清楚了 宝爷可是鼎鼎 大名的金翅鹦鹉 哎呀 气上宝爷了 一边骂着 还一边向那白衣男子吐口水 那白衣男子也气得够呛 挥手叫去拍吴宝 吴宝却闪身躲开 绕着那白衣男子吐口水 那白衣男子气得连都清了 见抓不到吴宝 又蹲在地上干呕起来 一边干呕还一边骂道 本公子的眼睛 已经睁到最大了 你个杂毛鹦鹉 敢挑衅本公子 你今天死定了 而此时那名女子 和另外两名男子 却都是在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两名男子在干家也就算了 关键是一人一鹦鹉 也在干家 更让人无语的是 他们都是修行者呀 但是此时 谁也没有动用灵力 都是在凭借 自己的肉身力量在交战 其实并不是 李凡他们不想用灵力 而是自从进入这战城之后 灵力便被压制了 不出手时 还没有发现什么 现在一出手 就发现了这一情况 李凡也是无奈呀 此时的李凡 与那黑衣男子的交战 已经进入白热化 那黑衣男子 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叫苦不堪 而李凡却没有任何事 就连衣服上 也没有一丝皱褶 其实李凡 根本就没有用权力 他只是 才一点点的 释放加强自己的力量 为的是 想测试自己肉身的强度 过了片刻 李凡知道 此人不是自己的对手 也不可能测试出 自己的力量极限 也就不再留守 直接用一掌 拍在那黑衣男子的头上 把那黑衣男子 直接打得昏死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就关注订阅吧 欢迎收听 由时光有声工作室出品的 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界 李凡解决对手后 没有去理会 那正在和白山男子 一边骂一边动手的五宝 静止走向那刚才 哭得梨花待雨的女子 到了近前 李凡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帕 递向那女子 并依附君子模样轻声道 姑娘 没事吧 那位女子 没有接李凡的手帕 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块手帕 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痕 看着相貌有些迷人的李凡 那女子的脸颊 微微泛红 低声道 啊 小女子没什么事 谢谢公子张义出手 说着 还微微欠了下身子 向李凡 失了一礼 李凡略略有些尴尬地收回手 把手帕又放回身上 这才开口道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冒昧插手 怕是让姑娘受惊了 还望见谅 那女子 见李凡如此彬彬有礼 气质非凡 也是好感大声 便说道 没事没事 我们不会去执法店投诉的 公子不必客气 李凡一听执法店 也是一愣 随即便想向那女子了解 这女子原来名叫沐以馨 是这家店铺老板的女儿 今天因为其父母 去其他城池走亲访友去了 便让他照看店铺 谁知道 才照看了一会儿 便遇到这种事 幸亏李凡出手帮他 否则他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店铺的两名伙计 虽然也会点功夫 但绝对不是那黑衣男子的对手 所以这沐以馨 对李凡很是感激 见他不知道执法店 便认为 他是从很远的城池过来的 便向他讲解 这座城池的规矩 其实战城 在整个轮回天 都是很有名气的 因为除了一些真正的大脑 和那些毅力在巅峰的强者之外 所有进入战城的人 灵力都会被压制 无法用灵力交战 战城的城主 是一位肉身成圣的大能 真正的乙武入道的大能 导致战城也成为一个 崇尚肉身武力的城池 在这里 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动手打架 但是不准在店铺内动手 如果一旦有人在店铺内动手 被店主举报 那么动手的人将会被处以急性 而执法店便相当于小宇宙上的官府 主要是维持城池的秩序和安全 此时那白山男子 已经快被吴宝戏弄傻了 正在不停地转圈挥手 而吴宝却站在一张桌子上 一脸戏耍地看着那白山男子 足足过了有一炷香的时间 那白山男子才停止转圈 此时那白山男子 也冒金星一屁股坐在地上 过了片刻 稍稍好转好 看到一脸嘲笑望着他的吴宝 顿时被气得 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见了吴宝一身 吴宝顿时大怒 飞到那白山男子脸前就吐口水 把那白山男子恶心地 趴在地上疯狂地干呕 混蛋你是在嫌弃宝爷吗 告诉你 要不是宝爷不能动用灵力 你现在早就死了 干个宝爷斗 真是作死啊 吴宝此时 一边在白山男子头顶 飞来飞去 一边骂道 那白山男子听到吴宝的话 简直被气得 一佛出声 二佛升天 他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被一只鹦鹉戏弄也就算了 还被这么侮辱 混成谁也受不了这鸟气 此时 李凡正在向沐宇勋 了解这白山男子的情况 原来这白山男子 叫做陆俊杰 他不是战城的人 却在战城 也嫌有人不认识他 因为他实在是 臭名昭著 他是战城的临城 窦灵城的太子爷 是窦灵城的城主 陆武道唯一的儿子 从小就被陆武道宠坏 好色至极 又无人敢惹 导致他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 不仅是青楼的常客 还时不时会糟蹋些良家妇女 在窦灵城 有点姿色的女子 基本上都被他糟蹋了 现在又开始时不时的 去附近几个城池搜寻美女 导致他现在 在附近几个城池 是人人都坦而变色的主 不过 也有人想要对付他 但是他身边的随从 修为很是不凡 已经打死十几个 想教训陆俊杰的人了 李凡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 眼神是越发的冰冷 正所谓道义有道 色义有道 此时李凡已经决定 要为民除海 解决掉陆俊杰 李凡向吴宝使了个眼色 让他把陆俊杰整晕 然后用精神力打开除剑 直接把这主仆二人 给扔了进去 那沐雨昕看到这一幕 低声问道 李公子 你这是要 刚才李凡 已经告诉沐雨昕 他的名字 此时沐雨昕看到 李凡的行为 直接发问 李凡看了沐雨昕一眼 眼神不自觉地 飘向他的饱满 沐雨昕见李凡 不回答自己 再盯着自己看 顿时有些发症 当发现 李凡看得是那儿后 便轻哼了一声 低声道 那人果然都是一个德项 李凡顿时惊醒 有些尴尬的道 我去把这主仆二人 还给那陆无道 你不要再理会这些了 做你的生意就行了 说着又偷偷看了看沐雨昕 沐雨昕见李凡的样子 顿时有些可笑 别向那两个伙计挥了挥手 让他们退下了 随后笑着问李凡 哼 李公子 你在看什么呢 李凡听到沐雨昕的话后 倒也没觉得尴尬 说道 当然是在欣赏美景啊 沐雨昕顿时一愣 他明明是在看自己 却说是在欣赏美景 这男人真是脸皮厚 还没等沐雨昕说什么 李凡接着道 你这奇珍阁内 虽然奇花异草很多 看着好像都是在争方斗艳 但是我觉得你站在这里 这百花都像是凋谢了一样 他们只是为了衬托你的美丽 沐雨昕听了李凡的话 心里不尽嘀咕 我不会是刚摆脱了一个 又掉到了这个色狼的嘴里吧 想着还不禁打了个冷战 李凡见他不说话 还打哆嗦 以为他被那陆俊杰吓坏了 殊不知是怕他呀 李凡本想帮沐雨昕 检查一下身体状态 毕竟啊 他的医术的确是很高明 可是被沐雨昕严厉地拒绝了 因为沐雨昕把他当色狼了 以为李凡要借给自己检查身体的理由 占自己的便宜 幸亏李凡不知道沐雨昕的想法 否则非被气得吐血不可 在被沐雨昕拒绝后 李凡也没有久留 因为此时天色已晚 他还要找地方休息呢 当即出了店铺后 便找了个隐蔽的角落 把陆俊杰和他的随从储戒中取出 搜刮了他们身上的所有财物后 并又直接丢进了储戒 他们现在被李凡在身上做了手脚 正处于假死状态 所以也不用担心 他们会在储戒中醒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就关注订阅吧 欢迎收听由时光有声出品的 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界 喜欢就订阅分享吧 李凡此时正在和五宝清理战利品 他们从陆俊杰身上搜刮来的战利品 还别说还真不是个小数目 根本就没有下品零食和中品零食 都是清一色的上品零食 足有上万克 要知道 这些上品零食 如果兑换成下品零食 足有百万克 而就拿一顿大餐来说吧 一顿零售大餐 最贵才要十颗下品零食 也就是一颗中品零食 就这些零食 足够李凡消耗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真的是想不明白 这个蠢货陆俊杰 为什么会带这么多的零食 但是他也不会去在意 用零食消费就好 毕竟混沌零食 在轮回天 那就是硬通货 一下子得到这么多 李凡才不会管他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零食在身上呢 李凡此时在城里找到一家 名叫巨浮楼的酒楼 开了间上好的客房 又要了一桌上好的酒菜 便在房间内大块夺衣起来 晚上李凡盘七坐在床上 内饰自己的身体 检查自己体内那三颗仿星体 他有些无语了 这本来在单铁内自行运转的仿星体 竟然在这里被压制的不仔细看 还以为不转了呢 李凡却不知道 这战城内是久违大能联手布置的阵法 他体内的灵力仿星体还能轻微地运转 实属他修炼的功法强大 其他人体内的灵力是完全无法运转的 李凡见无法修炼灵力 也就不去多想了 倒头便睡 第二日 李凡一早就出了酒楼 开始在城中满无目的地转悠 就这样 李凡的战城一住就是半个月 期间他时不时地去找沐雨昕唠嗑 导致沐雨昕走亲访友回来的父母 一直认为他是在追求自己的女儿 最后沐雨昕直接对厚脸皮的李凡 就爱理不理了 没办法呀 这家伙实在是脸皮厚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根本就不能好好地说话 比如他问沐雨昕 晚上睡觉穿不穿卸衣什么的 每次都把沐雨昕问个大红脸 所以现在沐雨昕听到李凡来找 就只有躲着不见了 他真的是怕了 其实李凡也不是一直在调性沐雨昕 他也对着轮回天的了解更加多了 原来轮回天内不分国家 但是却分部落 一个人只要能攻打或者建造十个城池 便可以建造部落了 部落从一星到九星不等 轮回天最强大的九星部落只有两个 这两个九星部落内无极境的大能各自就有不下十位 而战城和斗陵城都只是属于一个叫做圣的部落 这个部落只是一星部落 并没有无极境界的大能 部落首领的修为只是太极境界 不过就算只是太极境界 对于现在的李凡那也是只有仰望的份 轮回天的面积很大 格局也是非凡 人族有部落 妖族有部落 魔族也有部落 不过区分并没有那么明显 虽然三族时常生风 但是最多的战争都是发生在各个部落之间 就连部落中的各个城池都会时不时地发生战争 这里虽然民风强悍 动不动就会发生流血事件 但是这里各自部落城池内 基本上都是人妖魔共存 并不是像小宇宙那样 三族不共戴天的局面 这里的战争不是三族之间的战争 而是资源战争 因为每个部落都想要升星 星级越高 得到的资源奖励那也就越高 这里的部落与部落之间时常争风 为的只是抢夺资源 因为战争的残酷性 慢慢地在各部落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部落之间的战争 不得对平民出手 不得掠夺平民的资源 否则将会被九星部落派出高手直接抹杀 轮回天的最高统治者就是轮回公 每个部落每年要向轮回公上缴一定数量的 极品混沌零食 按照星级由低到高排序 星级越高 缴纳的极品零食越多 而得到的赏赐也越好 赏赐的种类很多 有各类强大的阵法 担药 灵气 以及灵兽等 星级越高 得到的赏赐越好 赏赐越好 部落才越强大 而各个部落 只有城池数量和整个部落的综合资源 达到一定的数额 才能升兴 所以各个部落 为了得到更多更好的赏赐 经常为了掠夺资源 抢占城池而厮杀 话说回来 在李凡想方设法了解轮回天时 他却不知道 窦灵城的城主陆无道 已经快要气疯了 窦灵城 位于城中心的位置 一座非常气派的庄园内 这里也就是窦灵城的城主府 此时有很多身穿黑色铠甲的人 都陆续向着整座城池分散 像是在寻找什么人 就连附近几座城池也都有身穿不同颜色铠甲的人 在搜寻 包括战城内也同样如此 有着一批批身穿金黄色铠甲的人 在城池内四处的搜寻 此时 窦灵城的城主府内 一位身穿黑色铠甲的将领 正单膝跪在地上 向着一位身穿蓝色长袍的中年人禀报 这一身穿蓝色长袍的中年人 正是被那李凡丢进厨屋界中的陆俊杰的父亲 陆无道 也就是窦灵城的城主 陆无道眼中有金黄闪过 低声道 通知战员 让他把那齐征阁的人给我抓起来 我要亲自去审问杰尔的下落 那丹西跪地的将领此时却道 韦禀大人 我们已经向战城主提过抗议 但是战城主却说 如果是在齐征阁内失踪的话 就让我们自己派人去跟对方交涉 他不长河 战员就是战城的城主 与陆无道修为相当 谁也奈何不了谁 此时陆无道双眉紧簇 一股威压散发出来 压迫地跪在地上的将领浑身颤抖 战员什么意思 这点忙都不肯帮 是想开着吗 看来是想让我亲自会会他 陆无道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丹西跪地的将领 此时哪敢说话 何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正在他吓得身体动动越发厉害时 陆无道却直接让他退下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时光有声 更多优秀作品 期待您的聆听 欢迎收听 由时光有声工作室出品的 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剑 第二十四季 跟那将领退下后 陆无道的眼神 逐渐变得冰寒 渐渐的 他那浓密的眉毛上 都截出了一层冰筋 由此可见 他心里的怒气 就快要全面爆发了 战城城区中心区 城竹府内 战员一身红色长袍 正坐在厅堂手外喝茶 脸上看不出悲喜 忽然 战员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闪身便到了院子里 此时院子里 一身蓝色长袍的路无道 呈一脸怒气地瞪着战员 战员 你什么意思 我儿失踪都已经半个月了 好不容易知道 他最后出现在 你这个战城里 你竟然不肯帮我调查 是不是你把我儿抓起来了 陆无道冲战员吼道 而战员却漫不经心地道 别瞎咧咧 进屋里说吧 免得让人觉得 咱俩又在干架呢 说完 战员也不去看陆无道 直接转身向客厅走去 站在后面的陆无道 看到战员的态度 气得真是想一巴掌拍死他 眉毛都已经挂上冰霜 但是陆无道也知道 这事还需要战员的帮助 所以也就强压着心底的怒火 没有发作 快速追上战员 朝客厅走去 战员吩咐下人 为陆无道上茶后 看着一脸怒气 眉毛上还挂着 金银冰霜的陆无道 顿时觉得好笑 但是也并没有笑出声 战员此时强忍着笑意 开口道 陆无道 我这么跟你说吧 在我这城里 你要我帮你动谁都行 就这齐真阁不行 我惹不起 更不敢惹 所以要想对齐真阁动手 只有你自己去 我不是不会过问的 陆无道一听 这心里咯噔一下 脸上的怒气也消了一些 放缓声音问道 你什么意思 说清楚 那齐真阁是有什么背景后台吗 容不得陆无道不谨慎 要知道 他和战员的修为相当 都已经是大罗竞九段的修为 但是看着战员的态度 好像对那齐真阁 很是惧怕的样子 战员说道 有什么背景 我其实也不知道 管政很是神秘就是了 我看你还是自己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陆无道 见在战员这里也问不出什么 也就没有久留 只要战员不阻拦自己 那这齐真阁的事 自己倒还真可以想办法探查了 而此时的李凡 正在酒楼的大堂内 大怪朵疑呢 大堂内人很多 早杂声不绝于耳 忽然李凡听得有人在议论齐真阁 并仔细听了一会儿 谁知听了片刻 李凡直接取出一块零食 放在桌子上 迅速地冲出了酒楼 朝齐真阁的方向飞奔而去 因为李凡听得众人在议论 窦灵城城主待人 把齐真阁给包围了 李凡顿时就不淡定了 他想当地沐雨心的一平一笑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那可真的不是自己想要看到的结果 等李凡赶到齐真阁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一幕 着实不敢相信 因为这和自己所想的 完全不一样啊 只见了齐真阁的门前 不仅围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还躺着衣地的身穿黑色铠甲的战士 至少也得有二十几人 而此时只听齐真阁内 有一中年男子的声音传来 今天的确是我冒失了 我可以道歉 但是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我只想知道 我儿子陆俊杰是不是被你们抓了 而站在外面的李凡 听着陆俊杰这个名字 刚开始只是觉得有些熟悉 可是片刻 他脸上就露出来尴尬的神色 因为他到现在才想起来 跟陆俊杰自己不仅是熟悉 而且那小子 现在还在自己的储物界中呢 也不知道有没有闷死 此时的李凡悄悄地退出人群 来到齐真阁的后门处 要知道 他这半个月来 早就把齐真阁这里摸透了 因为穆雨昕和他父母 都是住在后院 李凡可是不止一次 闯入人家穆雨昕的闺房 美其名曰 检查身体 虽然每次都被赶出来 但是至少 他对着齐真阁的每处地方 都算是了解了 自然也知道后门的所在 此时齐真阁的后门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可能都跑去前门看热闹去了 李凡悄悄地 把出屋界中的两个人给扔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两人 李凡当场就傻眼了 就连站在李凡肩膀上的吴宝 都用一双翅膀捂住了眼睛 嘴里还大喊道 鬼啊 鬼啊 谁来救救宝啊 李凡听了吴宝的喊声 顿时额头浮现几缕黑线 鬼嚎什么 给我闭嘴 想让我烤小鸟是吧 李凡顿时是一顿呵斥 而听到李凡呵斥的吴宝 此时也真的闭嘴了 但是在心里 那是可劲的诅咒李凡 你大爷的 又吓唬你宝爷 此时 被扔在地上的陆俊杰和那个仆人 哪里还有人样 乍一看 还以为是两句干尸呢 完全就是皮剥骨头 一点肉都看不见了 幽黑的皮包裹着人形骨头 现在完全看不出样貌了 不过啊 倒是还真的没有死 要知道李凡的楚剑 那是幼祖的好友 小宇宙中最强的阵法炼器是炼制的 里面是可以供活物呼吸生存一段时间的 但是也需要进食的 李凡竟然把人家丢进了楚剑 半个月的时间滴水未进 也幸好两个人还处于假死状态 否则呀 七天左右就该把小命交代在李凡的储物界中了 李凡见两人未死 顿时 脸上浮起一丝坏坏的笑语 只见他从储物界中 取出两枚绿色的丹药 直接未见两人的嘴中 只见两人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恢复 吴宝看到李凡给陆俊杰喂的丹药后 他不禁打了个冷颤 颤声道 老大 这样 不太好吧 李凡听了吴宝的话 回头瞪了他一眼道 怎么 你还想尝尝吗 这么一句话 可把吴宝吓得不轻 要知道陆俊杰他们吃了这丹药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身体已经恢复了 不过啊 也只是从外面看是恢复了 因为李凡给他们吃的 是他自己炼制的气银丹 就是补气用的 不过的确是恶搞的首选担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就关注订阅吧 欢迎收听由时光有声工作室出品的 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界 第25集 前几天吴宝 因为吃饭时跟李凡抢了一条灵狐腿 晚上就被李凡骗着吃下一枚气银丹 吃下气银丹的后果就是 吴宝他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只要吴宝一吸气 身上就会有一种保障感 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这样 而且身体还会随着吸气而慢慢变大 越是吸气越是大 往外呼气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到最后吴宝仗得跟如圆球似的 眼看就要爆炸了 谁知被李凡一巴掌拍出窗外 这拍出去也就算了 可是他还把窗户关上了 结果吴宝翅膀也飞不动了 直接摔在地上 然后 然后就放了个屁 再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总之吴宝从那以后 再也不敢跟李凡抢东西吃了 现在看到李凡又为陆俊杰他们吃气银丹 吴宝想到自己的感受 当然是吓得浑身打颤 此时吴宝被李凡一恐吓 飞下李凡的肩膀 躲在墙角用翅膀捂着脸 他实在是不忍心去看呢 而李凡也根本就懒得理他 只见李凡把陆俊杰两人 又扔进了储物界中 然后伸手推开后门 就走进了齐真阁的后院 还用精神力扫视了一圈 没有发现人 便静止地走向了前院 进入了齐真阁的店铺内 此时齐真阁内 一对穿着同样斑斓长袍的中年夫妇 正坐在椅子上 看着半跪在地上的陆无道 李凡认识这对中年夫妇 他们正是穆雨昕的父母 穆康和东方经 李凡虽然不认识陆无道 但此时也已经知道 这正是陆俊杰的父亲 李凡四处地看了看 见穆雨昕正坐在柜台内 他便一脸坏笑地 走到穆雨昕的身边 其实李凡刚进入这里时 穆雨昕就已经发现他了 只是没有搭理他而已 李凡走到穆雨昕的身边后 直接就把手搭在了穆雨昕的肩膀上 穆雨昕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跟熟透的苹果似的 穆雨昕毕竟是个姑娘家 怎能让李凡如此轻薄 便用力甩动肩膀 想把他的手甩开 但是任凭穆雨昕怎么挣扎 李凡都不放开手 没办法 穆雨昕只好妥协道 李公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先放开我行吗 李凡听了穆雨昕的话 却把嘴凑到穆雨昕的耳边 轻轻道 你怎么还叫我李公子 不是说了要叫我凡哥哥的吗 你看你父母都认可我这个女婿了 你怎么还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李凡的动作 弄得穆雨昕更加的面红耳赤 他争了争又低声道 你先放开我再说就不行吗 李凡这是却有幻笑道 这样吧 要我放开你也行 但你要叫我一声凡哥哥 你看着办吧 最终穆雨昕还是无奈地喊了声凡哥哥 这才得以逃脱李凡的魔转 而此时的鹿无道 堂堂打罗进九段的高手 一城之主 竟然搬跪在地上 嘴角还躺着血迹 实在是丢人丢大了 他真的不知道这穆康是什么人 修为至少是太激进 却在这战场开了这么一间店铺 按理说这样的修为至少也是一部落的首领啊 可是这货却不按常理出牌 此时的鹿无道 那心里头就像有一万头草泥马奔驰过一样 恶心 此时鹿无道已经是服软 实在是不服不行啊 对方的修为太厉害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啊 鹿无道从一开始的强势进攻 到现在的轻声询问 这态度转变的实在是太大 让人一时无法地适应 两位前辈 我真的是担心我儿子的安倍 所以一时鲁莽 还望前辈见两 不知前辈是否见过我那儿子 从鹿无道带人来齐真哥撒野到现在 沐与新的父母就没有说一句话 此时将鹿无道的态度软了下来 本想回答他没有见到时 李凡却突然走出来打声道 我岳父岳母把你儿子关起来了 这也没办法 谁叫你儿子调戏我媳妇的 沐与新听了李凡的话 顿时是无比的羞恼 要不是这里压制灵力 他早就冲上前去 把李凡横揍一顿了 而沐与新的父亲穆康 眼中却金光一闪 刚想说什么就又被李凡打断了 顿时更加的有些恼火 这时只听李凡接着道 既然你找来了 那这样吧 拿十万枚上品零食来换你儿子吧 我们附带把他的保镖也还给你 沐与新一听李凡的话 顿时把想说的话都憋回去了 就连脸上的丝不快 挤脸去了 他想看看 这李凡到底在搞什么鬼 而沐与新母亲东方精 从李凡刚一进来时 这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收敛过 看样子是真想找李凡做女婿 而此时的陆无道 一听李凡要十万枚上品零食 差点给气晕过去 要知道 在一星部落里 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十枚上品零食左右 一个城主一个月的收入 也就才一百枚左右的上品零食 李凡开口要十万枚 这可就相当于是要 陆无道一百年的收入存款呢 陆无道此时的心里 好像有无数头草 逆马在来回奔腾一样 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十万枚上品零食 他倒是还真有 但是这也差不多是 他一半的家当啊 虽然城主捞油水的地方很多 但是也不舍得 一下子就耗费一半的家底啊 李凡见陆无道不说话 以为他不想拿零食 顿时就有些不快 他知道沐雨昕和他父母 都在看着自己 虽然这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把这个准岳母搞定了 但是这准岳父还没搞定呢 要是不做出点成绩 不让准岳父看看自己的手段 那要想炮人家女儿 还指不定会给自己出什么幺蛾子呢 所以此时看陆无道都成这副德行了 竟然还这么不上道 顿时就怒火中烧 陆无道 你要是不给也行 那就准备给你儿子收尸吧 说完 李凡直接就又走向了沐雨昕 而沐雨昕此时一脸呆滞地看着李凡 嘴里还嘀咕着 知道这家伙脸皮厚 可没想到竟然这么厚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多厉害呢 正嘀咕呢 见李凡朝自己过来了 也就不再说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就关注订阅吧 欢迎收听由时光有声出品的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界 喜欢就订阅分享吧 第26集 而李凡走到沐雨昕的身边 张嘴就说 没事媳妇 我来保护你 其实 他是怕陆无道被逼接的揍的 这是想离陆无道远点 而这时呢 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的吴宝 突然开口道 哼 胡家虎为心心作态 这不表怜 宝爷真是羞于你为伍 听到吴宝这句话 他家的表情各异 陆无道只是看了看吴宝 而沐康和东方精 则是哈哈地大笑起来 而沐雨昕 却是想笑又不敢笑 因为李凡就站在他身边 而李凡此时 却是瞪大了眼睛 一副责任而视的样子 混蛋你这是在找存在感是吧 看你不说话谁会注意到你 还敢跟我自称宝爷 你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 说完 见沐雨昕憋得脸都红了 顿时尴尬的道 那啥 欣欣啊 想笑就笑吧 憋着多难受啊 说着自己还笑了一声 然后扭头就要去抓吴宝 他现在是恨透了这只鹦鹉 有时没事就接短 实在受不鸟他了 而沐雨昕一看李凡的样子 他也忍不住了 眼嘴娇笑了起来 这时陆无道看到这一幕 心情那别提有多糟糕了 最后无奈道 我能先见见我儿子吗 只要确定他还活着 我一定给你们零食 李凡一听陆无道的话 也顾不得去抓吴宝了 赶紧又走到陆无道不远处 那给你看看 你这惊虫上脑的儿子吧 说吧 便直接一挥手 把陆俊杰和那黑衣男子 给甩了出来 而此时看着这昏迷中的两人 除了看着有些狼狈外 别无其他 身上也有了些血色 最起码没有先前那么恐怖了 陆无道看着被甩在地上的儿子 一阵的揪心 本想冲李凡发火的 但是看到穆康的眼神 陆无道终究还是先忍下了 自己心中的不满 正所谓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陆道看着自己儿子并无大碍 顿时放下心了 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万枚几品零食 丢在了地上 直接抱起儿子 转身就走 李凡看着这一万枚几品零食 顿时是无比的激动 这可是相当于十万枚上品零食啊 硬通货 轮回天的通用货币啊 李凡本想着都收进自己的储物件 但是看到穆雨昕他们 他也不好意思毒吞 于是他找到一枚小储物件 把零食收起来好 就走到穆雨昕身边笑着说道 嘿嘿 星星啊 你看我一会儿功夫就赚了一万枚几品零食啊 来你拿着 以后家里的零食你都管着啊 我用的话再找你要 你看行吗 李凡说完 还一脸见笑的看了看穆康和东方经 还没等穆雨昕说话 东方经先开口道 嗯 不错 小凡呢 这就对了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不要一副大男子主义 不错不错 哼 不像某些人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说着 还斜眼瞟了一下穆康 穆康顿时是一脸尴尬 随后瞪着李凡骂道 热骨头 不像个男人 李凡听到穆康骂自己 知识尴尬的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他也不敢说什么 修为差距太大 他可不想找揍 何况还想炮人家的女儿 而这是穆雨昕的一句话 让李凡更是尴尬的要死 那好 那你把你手里的储物件也给我 既然要我管着 那就全部交出来 于是 李凡的准岳父岳母 还有这第二个准媳妇的注视下 终于笑呵呵地 把身上所有的职钱东西都交出去了 而此时的五宝 早就已经笑贪过去了 陆屋道把陆俊杰抱回窦陵城 自己的城主府后 便想方设法地 想把陆俊杰唤醒 可是试了很多种方法 这始终不行 可是到了晚上 陆俊杰却自己转醒了 而陆屋道一看自己儿子醒了 赶紧让厨房准备饭菜 当陆俊杰吃了饭后 过了没多久 就总感觉有成长感 跟那五宝那晚上的情况差不多 就不一一诉说了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陆屋道的城主府内 接连两声巨响之后 包括陆屋道在内 所有城主府的人 全部昏迷了 这是给臭的 幸亏这城主府旁边没有住人 否则呀 那恐怕会是殃及吃鱼 直到天光大亮时 陆屋道这才悠悠转醒 其他人也相继醒了过来 而陆屋道看到 儿子皮包骨头的一幕后 简直是暴跳如雷 可是又敢怒不敢言 无奈之下 又去找战员了解的情况 可是战员也不甚了解 到最后 陆屋道直接把儿子关了禁闭 扬言要关十年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而说到李凡 在被沐雨昕洗劫的身上 所有的东西后 就老实地住在了 齐真阁的后院 不过不要多想 并不是和沐雨昕住在一起 而是单独住在一间房间 他倒是想夜心沐雨昕的 也的确是这么做了 可是还没有等到 他潜入沐雨昕的闺房时 就被沐康给逮住了 然后有什么后果 那就不用多言了 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偷偷摸摸地去了 他倒是找准岳母 谈过这件事 直接抗议自己的准岳父 无故动手揍人 最后导致准岳父 岳母开战 李凡这才消停了 不过 李凡最近过的倒也是逍遥了 每天都会陪着沐雨昕 出去逛街啊 游玩啊 两人的感情 也急速地升温 而东方金看的眼里 很是欣喜 因为 他认为李凡和自己的女儿 那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很是般配 至于沐康却不以为意 因为他觉得李凡 除了长得帅点之外 并没有什么优点 他也知道自己的妻子 为什么那么待见李凡 因为李凡送给东方金一枚丹药 吃了以后 这容貌竟然渐渐地越来越年轻 哪个女子不爱美 谁又能敌得过这种丹药的诱惑 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 东方金的肤色确实是越来越好 现在和沐雨昕站在一起 那就像姐妹花一样 因此对这个准女婿越来越满意 而知道沐康动手揍了自己的宝贝女婿后 还直接动手要给自己的女婿出气 此时的李凡 刚陪着沐雨昕逛完街 正往回走 李凡看着沐雨昕 这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他在心里就想着 怎么把沐雨昕骗到小宇宙中 把她和终于都娶了 然后生一群孩子 到时候师傅肯定会很开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时光有声 更多优秀作品 期待您的聆听 欢迎收听 由时光有声工作室出品的 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剑 这时沐雨昕忽然开口问道 喂 厚脸皮 你到底是哪里人呢 为什么每次问你 你都不好好回答呀 李凡听了沐雨昕的话 眼神略显迷茫 我其实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神耀山的人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沐雨昕听李凡 还是说神耀山 微微粗眉道 可是我问过父亲 他也说不知道 神耀山在哪儿啊 就连我父亲 这种大名鼎鼎的扣 反正我父亲都不知道 那证明 你说的神耀山距离 实在是太远了 你到底是怎么到战成的 李凡此时有点心不在焉 并没有听出来 沐雨昕想隐藏什么 只是随口回答道 算是传送过来的吧 如果可以的话 下次我带你到神耀山看看 沐雨昕听了李凡的话 略带娇羞地 说了句好后 就快步朝家里走去 而李凡此时心里想着其他的事 并没有注意到沐雨昕的样子 我来这轮回天 主要是为了提高修为 然后就是寻找凡尊 询问我的身世 而这战成 一不能提高修为 二没有凡尊的消息 所以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 可是我又舍不得离开 这如花似玉的沐雨昕 咋办呢 忽然李凡眼中惊弓一闪 便决定要想办法把沐雨昕拐走 陪着他去找答案 而此时的奇争阁内 李凡的准岳父正在跟吴宝谈话 小家伙 你告诉我 一落山脉中都有哪些惩罢的灵兽 我就送你上造火 你要知道 你可是金翅大鹏鸟的后人 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混到这种地步的 但是我有把握 让你得到这场造火 只见吴宝此时摇头晃脑的道 虽然我知道一些一落山脉的秘密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啊 否则我就完了 木坑此时一脸遗憾的道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本来还想把你送到妖狱的 那里可是妖兽和灵兽的天堂啊 各种大妖建立的部落 鼓励妖兽修炼化形 哎 太可惜了 听了木坑的话 吴宝顿时睁大了鹦鹉眼 急促道 你是说真的 不会是在骗宝爷吧 木坑一听他的语气 顿时就给了他一个暴力 你跟那脸皮厚的跟山脉死的小子 怎么一个德行啊 在我面前还敢自称爷 那小子都不敢 说着 木坑又从储物界中拿出一件事物 一边让吴宝看 一边还说道 知道这是什么吗 七星空手师的金牌 知道妖兽最怕什么吗 最怕我这种空药师 嘿嘿 小家伙 你最好老实点 要不小心爷爷把你裂成傀儡 而这时李凡刚好走了进来 也听到了木坑的话 还没等吴宝说什么 李凡便屁颠屁颠的跑到了木坑的身边 岳父 你是七星空手师啊 好生厉害 能不能传授小叙几招 一旁的吴宝看到李凡的样子 低声道 真剑眼界太拙劣了 而李凡一个眼神过去 吓得他就彻底闭嘴了 你没有那个天赋啊 一星降临 木坑拍了拍李凡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书完就回房间休息了 留下一脸呆着的李凡 和憋着笑的吴宝 片刻后 李凡回过神了 骂了吴宝一顿 也回房休息了 李凡是知道控手师的 可以说 他对轮回天内出名的工作 都多少了解一些 控手师 顾名思义就是控制灵兽和妖兽的 他们也分等级 从一星一直到九星 九星为最高等级 星级越高 而控制的灵兽也就越多 灵兽级别也会越来越厉害 控手师在轮回天内其实并不多 更别说是高级的控手师了 而想成为控手师 必须拥有一一常人的精神力 还要有对妖兽的亲和力 控制高级妖兽就不说了 毕竟高级妖兽都是拥有智慧的 你的亲和力再高 他不鸟你也没用 就像五宝这样的高智慧鹦鹉 碰到穆康这样的七星控手师 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七星控手师的亲和力就不用说了 低等级的妖兽会无比的亲近他 至于穆康说李凡没有控手师的天赋 说的就是李凡对妖兽的亲和力不足 此时李凡正坐在自己的床上想着心事 他想要尽快地提升修为 他感觉到一种紧迫感 没办法 因为就在刚才 穆与新突破到一星成主的修为了 现在不受着战城的阵法压制了 李凡要是还想去占便宜 保证不用穆康出手 穆与新就能教训他 他听穆康说过 他们一家子不是战城本地人 至于为什么会在战城这里定居 那纯粹是为了魔力穆与新的修为 因为只要在战城一直强行修炼下去 等自身可以自由运转灵力时 修为最少也会到一星成主的修为 而且还比普通的一星成主更厉害 因为在这里提高修为 导机会无比夯实 而穆康说李凡是一星将领的修为也不错 因为他现在修为境界 和战城内的铠甲将领的修为差不多 也就是破虚境的修为 不过李凡的肉身力量 却已经达到了八星手里 也就是无极境的层次 如果单论肉身力量 李凡是绝对可以碾压穆康的 但是穆康又不傻 能用灵力为什么不用 所以每次虽然伤不了李凡 但是打他个鼻型脸肿还是可以的 李凡真的是快疯了 一个个都比自己强 就连中运出关后都可能比自己强 这还怎么和他们一起玩耍 怎么占便宜 怎么拐跑 就算拐跑了 自己也怕一言不合就挨揍我 李凡此时盘窃而坐 闭目内视 感觉丹田内的三颗灵力球有些不同啊 虽然还是不能正常的运转 但是看上去却更加的凝实 更像是真正的星球了 看到丹田内的情况 李凡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有变化总比没变化的好 李凡又把神识集中在自己的石海 去认真地观察石海中那部混沌造星诀 首先看到的还是那几个字 满天星光 一生一灭 混沌造星 不死不灭 方过第一页 第二页 就是混沌造星诀的第一种 星体静 也就是李凡现在的境界 对应的是 或须静的修为 上面记载了 混沌造星诀第一种大成 就是三颗星圆满 而李凡 其实是刚一突破 就已经圆满了 又仔细看了一遍第一种 确定没有遗漏好 李凡又翻开了第三页 这次上面记载的 不是第二种修炼的方法 而是一种叫做 混沌暴星拳的拳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就关注订阅吧 欢迎收听 由时光有声工作室出品的 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界》 第二十八集 混沌者 无中生有 乃五行之母也 动之则分 静之则和 无过不及 随取旧身 五行者 金木水火土之位也 如人内有五脏 外有五官 与五行相合 心属火 皮属土 肝属木 肺属筋 肾属水 这五行属于人体内五行 木通肝 鼻通肺 舌通心 耳通肾 人中通脾 这是人体外物性 从外物性 引气进五脏 五脏 储气 汇入丹田 与灵气 心体 相融合 对敌时 运气 入拳 与拳法 结合 劈 崩 钻 炮 横 修炼之大成 可一拳 宝碎一颗星球 当了解着拳法 怎么修炼后 比凡便接着翻书 第四页上 记载的就是 混沌造星诀的 第二重工法 复星计 这一重 需要一些奇珍异宝 来帮助突破 修炼之大成后 丹田内 将出现六颗星 同时运转起来 恐怖无比 灵气 星体对敌时 逆向运转 唯一力无比 顺向运转 吸收灵气的速度 更会是 骇人听闻 至此 李凡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就算 一直呆在战场 那也不管用 他的修为 想要提升 必须依靠 奇珍异宝才行 对此 李凡表示很无奈 李凡来到 沐雨昕的闺房来 想了想 还是敲响了房门 进了吧 今天怎么知道敲门了 沐雨昕略为诧异的声音传出 李凡听了沐雨昕的声音 顿时连罕见的微微一红 只是一瞬间又恢复了常态 李凡推门而入 看到沐雨昕竟然在刺绣 看着 卓氏有些怪异 如果不知道她的修为 看到这阴幕也没什么 可是李凡知道她的修为啊 一个一星成主级别的女修士在刺绣 你说怪异吗 沐雨昕见李凡进来后也不说话 便抬起头看着李凡道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李凡轻轻一叹 哎 雨昕 你的修为比我高出一大截 你还会不会嫁给我了 沐雨昕怠眉微醋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给你了 答应你的是我母亲 可不是我 我的婚事当然是我做主了 你别以为把我妈哄开心了 我就会答应你 李凡轻闻沐雨昕的话 嘴角微微上扬 漫步走到沐雨昕的身后 准备搂住她的曼妙妖枝 沐雨昕现在毕竟可以动用灵力了 反应不可畏不快 只见沐雨昕迅速转身 抬起御手就要去攻击李凡的腹部 哪知却被李凡一把抓住了御手 顺势被李凡一把揽入了怀中 沐雨昕顿时有些着急 本以为修为为李凡高一截 就可以随意地欺负她 哪知道还是被她占了便宜 正当沐雨昕准备运转灵力 崩开李凡时 李凡却开口了 我要离开了 让我抱一会儿你好吗 沐雨昕听了李凡的话 竟然奇迹般地没有挣扎 你要去哪里啊 为神要山吗 沐雨昕开口问道 李凡微微有些愣神 温香软玉在怀 说不动心那是假的 不过李凡却得极力地控制自己 不 我要去提高修为 然后去寻一个人 我想知道我的身世 我想知道我有没有父母 有的话 他们在哪里 又是谁 说着 李凡又想起自己 从心体内出来 独自漂浮在虚空中的场景 岩脚有一滴晶莹的泪水滴落 正好落在 正抬头看着她的 沐雨昕的娇美的面庞上 看到 一向大大咧咧的李凡竟然哭了 沐雨昕的心 也是一颤 她忽然觉得 有些了解李凡 为什么不安事事 吊儿郎当了 她可能只是为了 隐藏内心的悲伤 你 没见过你的父母吗 沐雨昕在李凡的怀中 轻轻地问道 李凡这时也感觉有些失态 忙把沐雨昕放开 然后 扭头就准备离去 谁知沐雨昕见她准备逃跑 便闪闪拦在了李凡的身前 这次 又主动投入李凡的怀抱道 你不是要抱我吗 再让你抱会 你跟我说说你的事情 李凡呆愣了片刻 随后道 我要是告诉你 我是从这颗星球中蹦出来的 你信吗 说着 还指了指自己的吊坠 让沐雨昕看 沐雨昕却疑惑地问道 什么星球 你这个项链 叫做星球吗 李凡顿时明悟 轮回天的生灵 应该是不知道 星球一说的 因为轮回天 就是一片超级巨大的大陆 李凡也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知道 是啊 如果哪天我回神耀山的话 就带你一起回去 让你看看真正的星球 是什么样子 沐雨昕抬起头 看着李凡英俊的面旁 竟然有些陶醉 过了片刻 沐雨昕倒 你要去找谁 是谁把你丢弃到星球里的吗 李凡倒 算了 有些事还是以后再告诉你 你给我点零食吧 我明天离开 这么急 沐雨昕道了一句 又接着说 我 我为什么要给你 我要跟你一起走 你的事还没有讲完 我决定一直跟着你 老沐 老沐你快过来 李儿跟女婿一起走了 一声呼喊 把正在把弯瘦皮袋子的沐康吓了一跳 听到是东方金的喊声 沐康连忙起声快步走向沐雨昕的闺房 怎么回事 进入房间的沐康 看到自己老婆正拿着一封信在看 便出声询问道 此时东方金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把手里的信递给沐康 示意他自己看 沐康接过信 看了片刻吼 便发出一声歇斯底比的怒吼 啊 这混蛋小子 竟然敢拐骗我女儿 让我抓到她 一定要让她生不如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就关注订阅吧 欢迎收听由时光有声出品的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界 喜欢就订阅分享吧 第29集 东方金看到沐康的样子 微微叹了口气道 唉 我早就跟你说过 女儿是喜欢那小子的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让你早点答应那小子让他们完婚 你还不乐意 现在可好 他直接把咱们女儿给拐跑了 看你上哪找去 哼 听了东方金的埋怨 沐康更是气急败坏 我不管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我要把那小子活撕了 东方金看到沐康还在骂骂咧咧的看着信 并没有要动身去找女儿的意思 便气愤道 那你还嘀咕什么呢 你还不快去找 非要两个人给你抱个外孙子回来 你才甘心是吧 一听到自己老婆说的话 沐康便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想象着自己要当外公的样子 便怒火中烧 直接冲出了门外 看样子要去寻找了 而此时的李凡和沐雨仙 再加上五宝 两人一鹦鹉 早已经离开了战城 进入了以洛山脉 也就是李凡从小宇宙进来后的那片山脉 李凡刚进入轮回天时 就是直接的进入了以洛山脉 不过只是外围去 否则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就离开了 其实关于戴上沐雨仙 虽然李凡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次可完全是沐雨仙 非要跟过来的 并不是李凡拐骗的沐雨仙 而此时一向在父母面前 是个乖乖女形象的沐雨仙 正拉着李凡的手 向一落山脉中走去 李凡有些无奈地道 雨仙 我需要的那些东西虽然珍贵 也不见得那些强大的部落没有吧 为什么非要进这一落山脉自己寻找啊 听了李凡的叨叨声 沐雨仙停下了脚步 转过身来看着李凡道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就算那些东西有卖的 也不是我们能买得起的 我们现在只能先在这一落山脉中找找看 就算找不到也可以抓些零售 到时候卖了等零食足够多了 想买什么还买不到 此时的李凡 听了沐雨仙的话 也就不再说什么 因为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他觉得自从出了战城后 沐雨仙就不再是那个乖乖女了 现在给李凡的感觉 就像是一头小老虎 得到解放后那么欢愉 其实李凡要是知道 沐雨仙给他父母留下的信中写了什么 一定会被吓傻的 因为沐雨仙在信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和凡哥哥去找他的父母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或许下次回来 哼 就有人喊你们外公外婆了 也许是沐雨仙从小就没有离开父母的缘故 一说要离开 那叛逆的心里就直接暴露了出来 那写的一封信都差点把沐康给气死 两人此时还是保持着牵手的姿势向前走着 突然站在李凡肩膀上的吴宝开口说道 诶 等等 我觉得有些不对啊 李凡见吴宝一惊一乍的 顿时有些生气的 拉着沐雨仙的手 停止了前进 看着吴宝道 能别一惊一乍的吗 神神叨叨的 说清楚怎么了 沐雨仙也是一脸疑惑的看着吴宝 只见吴宝的神色 极具人性化的变得越来越凝重 眼神还闪过一阵惊恐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都已经深入一落山脉很远了 早已经穿过了外围区域 可是刚才在外围区域还遇到了三三两两的灵兽 为何到了这里 一只灵兽都看不到了 而且这里还安静得可怕 沐雨仙和李凡听吴宝这么一说 也感觉有些奇怪 不仅又都看向了吴宝 想看他有什么发现 这时李凡扫视了一下四周 只见此时他们的位置 应该是在一处山谷中 周围有些很是高大的树木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特别的安逸 而李凡在扫视一圈后发现 这里除了些树木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植物 而这些高大的树木 从树干上也没看出什么 可是当李凡抬起头的时候 不禁惊呼出声 快看 这些树叶为什么都是红色的 听到他的话 沐雨仙和吴宝也赶紧抬头看了起来 没错 这些树的树叶都是血红色的 看到这一幕 吴宝眼中的惊恐更是浓烈了 同时深深的不安 也浮现在李凡和沐雨仙的心中 吴宝飞下李凡的肩膀落在地上 用爪子拼命地刨着地面 不一会儿 吴宝顿时哀嚎起来 真的是这里 为什么在这接近外围山林的地方 还有这种地方 以前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这下子恐怕要悲剧了 宝夜已是英明 恐怕也要折损在这里 看到吴宝自言自语的尼南 李凡顿是吼道 你这家伙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一路吹嘘自己对这一落山脉多么多么熟悉 现在怎么了 吴宝抬头看了看李凡和沐雨仙 略微失落地道 其实我一直是生活在外围的 虽然时常会进入里面 但是我真的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你们听说过一落山脉的传说吗 说完又看向两人 竟两人都摇了摇头 便接着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仙云之地 你们看 这地下的图也是雪红色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前面的山峰应该也是雪红色的 传说这一落山脉有神仙陨落过 而且陨落地还不止一处 也就是说不止一位神仙陨落在这里 听着吴宝的叙说 李凡和沐雨仙也终于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了 原来传说中一落山脉 其实是从天外坠落下来的 当年仲仙不知何原因斗法 本来就已经精疲力竭 谁知各种妖魔鬼怪横空出现 趁仲仙斗法后没有什么精力了 便向仲仙开战 最后 虽然仲仙还是胜利了 但是也有很多神仙因此陨落 而当年的战场 就是这一落山脉 而鲜血的威力何其强大 因此在这片山林中就出现了很多 像这里一样被血红渲染的地方 这些地方植物不易生长 那还有一丝生机 所以有这些树木的存在 但是如果有生灵闯入这片新陨之地 一般是没有活着走出去过的 那存在的一丝生机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值得这些好 李凡和沐雨昕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看向吴宝的眼色也越来越凌厉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时光有声 更多优秀作品 期待您的聆听 欢迎收听由时光有声工作室出品的 精品玄幻多播剧 仙龙剑 第三十集 吴宝看着李凡和沐雨昕 弱弱的道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的 都说这陷运之地存在一丝生机 我们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仔细寻找一下 说不定就找到了那一丝生机 李凡此时和沐雨昕的心思一样 都想抱揍吴宝一顿 这家伙口口声声 说自己了解一落山脉的每一处地方 谁知这不靠谱的货 才刚带着他们穿过一落山脉的外围 便陷入如此的绝境 两人对视野 也没有马上要出手教训吴宝 只是牵着手在这片区域寻找 望求寻得一线生机 吴宝也在仔细地寻找 他们越是搜寻 越是深入 直到眼前所有能看到的物体 全部都变成了红色好 这才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随着越往里走 身体承受的威压越来越严重 而走过的路又是一片血雾笼罩 所以他们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也幸亏他们的前进速度不快 否则呀 后果是不堪设想 李凡他们此时 真的不敢再深入了 因为此时的沐浴仙和吴宝 已经到了极限 他们的身体 都被压迫得不能直立了 吴宝甚至直接摊在了 李凡的肩膀上 只有李凡还没有达到极限 因为他的身体真的很强大 而都已经到了这一地步 李凡心中的不安更加的浓烈 他倒是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因为他随时可以离开轮回天 他只是怕不能及时地 把沐浴仙带走 所以就算到了这时 还在紧握着沐浴仙的手 而此时的沐浴仙和李凡 面对面的盘契而坐 双双闭目恢复体力 过了不多时 两人几乎同时地睁开了眼睛 沐浴仙看着眼前李凡那英俊的面庞 微微地愣神后 从厨戒中取出一块手帕 递给了李凡 李凡接过手帕也是一愣 这才看清楚 这手帕上面绣着一个人 一个男人 一身紫衣 手摇折扇 肩膀上还站着只鹦鹉 李凡看清楚后 才确定绣的是自己 他痴痴地看着沐浴仙 此时才知道 这个一直拒绝自己的人 其实心里头也有自己 两人四目相对了一会儿后 李凡就轻轻地 把沐浴仙拥入了怀中 沐浴仙在李凡的怀中 也没有挣扎 过了片刻 沐浴仙开口道 我真的想去你的家乡看看 看看你生活的地方 看看你说的星球的样子 可惜 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 多怪我一时贪玩 非要你陪我进这一落山漫 其实 我也有点小心思 我也想学父亲那样 控制一些灵兽 当一名控兽师 对不起 李凡听到沐浴仙这么说 也没有多少的惊讶 因为他早已经猜出 沐浴仙的小心思 此时到 我们之间以后不要说对不起 我们今天也不会死 就算最后实在找不到 此地的一线生机 我也有办法带你离开这里 只是有些不甘心而已 李凡是真的不想 一遇到困难就直接退走 这样 会影响他的道心 以后恐怕一看的危险 就会不战而降 所以他不想退 如果可以 他只想把沐浴仙送走 想了一会儿 李凡也就不再多想了 只是李凡伸手 抚摸着沐浴仙的长发 闻着沐浴仙身上特有的体香 威威威威有些痴迷 从小腹部 迅速地就红了 想让他先把沐浴仙身带出去 其实李凡知道 他先把沐浴仙的荐浴仙 荐浴仙荡漾在空气中 而闻着这丝药箱的李凡 先进自己的储物戒指 此时李凡顺着香气传来的方向 一路搜寻了过去 所过之处还是血红色的 没有任何的颜色 直到李凡又走了 差不多有一里多地好 才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就在李凡面前十米左右 有一棵通体血红的小树 树上还挂着十几棵 通体金灿灿的果子 跟苹果的外表很相似 只是它是金色的 看着这株小树 李凡可以无比地肯定 这是一株一星神术 可能已经拥有了一丝灵质的神术 李凡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简直是不敢相信 自己在这里能看到这么一棵 真正意义上的神术 而并不是师父的那些伪神术 毕竟李凡从小 就把药族的那些书籍秘术 研究透彻了 可是虽然李凡知道 这是一株神术 但是李凡并不认识 这株神术 李凡知道 凡是灵药灵术有了灵质 便可以称为神药神术 但是这神药 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就像部落里的星级定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